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PNV展場 首先要跟各位介紹的是這次NVIDIA推出的GeForce RTX40系列顯示卡 我們家的顯示卡有一個非常大的特徵 就是那個X形狀發光的LED 因為跟我們家的Accelerate 是一個品牌形象的結合 Accelerate代表的是速度加速感的意思 我們家的顯示卡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我們用的是NVIDIA公版的設計 NVIDIA公版設計的顯示卡 它的最主要重心就在於 NVIDIA已經做完了最完整的訊號驗證 然後還有電路設計 以及最後已經接近完全量產的東西 我們在電路設計上面就是遵循NVIDIA公版設計之外 搭配我們自己PNY所設計的散熱模組 那我們這次散熱模組呢 不僅是外觀上非常獨特 而且也得到Tech Power Up的Editor Choice 編輯的推薦獎 那它在評測中裡面都數次表示 我們PNY的顯示卡呢 在噪音的控制上面非常非常優異 不僅如此 在這個風扇的那個 還有在GPU溫溫度啦 或者是VRAM的溫溫度表現上 都十分的優異 因此我們在顯示卡上面 電路設計是NVIDIA公版 然後在散熱的模組上面也非常的優異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是 我們家的顯示卡特別的小 我們把它做得很小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顯示卡40系列非常的省電 所以它不需要那麼大的散熱模組 那這個就是在這個廠面 廠上看到的就是 目前最新的4060還沒有上市 然後在這邊 它是一個3個8公分的風扇 那它的那個長度啊 只到25公分左右 基本上可以塞進各位 就是消費者的機箱裡面 那各位看到的這台啊 是那個12代的NUC 那它這台機器可以搭配到 Core i9的出體器以外 重點是我們可以把我們家 PNY的4070裝進這裡面 就可以組成一台 只有7公升體積大小的 電玩機器 那體積這麼小 只有我們家 PNY的顯卡裝得進去 因為我們是兩個slide設計 長度也剛好 而且高度也不會超過 所以呢 如果要指名組小鋼炮 請選擇PNY的顯卡 這個公司的名字 其實是來自於兩個城市 Paris 巴黎 跟紐約 那我們的公司 是在1985年 在紐約成立的 那我們的總部呢 在紐澤西現在 那 在歐洲呢 我們 巴黎 附近的城市呢 我們也有一個 歐洲的辦公室 所以我們公司的名字 就是PNY 如果記不出這個名字 PNY的話 你可以知道 Paris New York 那我們早在1985年 成立的時候呢 就是以 記憶體 還有 USB的那個 隨身碟 做起家的 還有我們做了 許說的固態硬碟 那我們在2003年的時候呢 我們跟NVIDIA 就開始進行合作 我們去銷售它的 那個 跨座 就是專業的繪圖卡 我們在美洲區 跟歐洲區呢 是獨家代理 因此呢 如果在這兩個地區 想要買 那個 跨座的顯示卡的時候 就是把我們PNY 所以我們PNY就是一個 以專業顯示卡 做訴求的一個公司 另外一個 我們在2003年成立了 亞太的那個 產品中心 因為各位也都知道 這個所有的產品線 公司基本上都在 台灣這邊 那 我們這邊呢 在2008年的時候呢 跟HP達成合作 所以PNY開始 販售 HP 的隨身碟 所以各位現在看到的 PNY 看到的那個 HP上面 HP的那種 USB隨身碟呢 其實也是由我們家 PNY來進行生產製造的 那 很高興的是我們 從這年開始 從2022年開始 我們 開始自製了 自己現在的 RTX 30系列 40系列的顯示卡 一直到現在 我們這一步呢 就是希望可以 推給大家 把我們產品線 做得更完整 推給玩家 最穩定的產品線 那這一區呢 是我們 PNY的那個 DRAM 它這邊主要是 以我們家的 Accelerate MACO MACO其實它這個 英文單字的意思就是 在鯊魚裡面 游的最快速的 然後我們用 鯊魚旗的那個 形狀呢 去告訴大家 我們代表是一個 速度感的記憶體 然後上面有ARGB 那這是我們家 最快速的 SSD CS3140 這兩款 那這邊呢 我要跟各位 介紹一個非常非常 特殊的產品 這個是裝為 現在PCIe Gen 5 第五代的SSD 的散熱器 那我們這散熱器 最大的特殊點 它是有兩個風扇 而且它有支援溫控 我們在這裡面 有裝了一個MCU 還有一個測溫線 可以讓你監控你的 SSD的溫度 調整你的風扇 而且也可以控制你的 ARGB的亮度 這一個呢 我們跟其他競品 最大的不一樣 是我們是透過USB的接頭 去連接上去 因此我們呢 BNY有研發自己的 Axcelerator的程式 可以讓你自己監控 自己完全操作 跟其他競品 比較起來呢 我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方案呢 它是最完整的 而且它不只可以支援 PCIe Gen 5 我們也會單賣這個 HeatSync 如果你想要裝在 Gen 4的SSD 或者是你想要裝在 Gen 3 然後讓你的 SSD散散發光的話 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我想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套 Velocity X的超頻軟體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的顯示卡 可以透過這個 Velocity X去做調整 因為我們今年呢 也開始推出了 我們的SSD的 HeatSync 我們跟其他競品 最大的不同是 這套 這個SSD HeatSync 它其實是一套USB 它有ARGB 還有風扇的功能 所以它也可以透過 我們家Velocity X軟體呢 去進行操作 來各位看一下 在這個下面 我們可以進行選擇 這是顯示卡 這個是我們的SSD的HeatSync 在這個畫面上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溫度 那這個溫度其實是來自 我們HeatSync裡面 有一個感溫的偵測棒 另外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軟體 去操作它的風扇 我需要把它的風扇轉速 轉到最高 它會到98% 甚至可以去調整它的 風扇的轉速 如果你覺得它噪音太吵的話 你需要更安靜的環境 都可以做到 那燈效的話呢 也是如此 那各位看到的是 在裡面呢 會有那個發亮的 其實我們就是 我們SSD HeatSync的那個 那個散熱片的那個燈效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套軟體呢 來去把它的顏色 換成不一樣的 它就會開始進行變換 那就可以透過這套軟體 去操作 它就是依靠USB的燈光效果 但是呢 它是一個很完整的解決方案 它是可以幫你的 SSD啦 的溫度風扇轉速 這些全部進行控制 所以呢 各位在選擇我們這個產品線的時候呢 不僅有硬體 也有軟體 軟硬搭配的情況下 讓消費者玩起來呢 會更有感 大家來看到的是 我想應該是這個廠商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新鮮的 就這個是水泥灰色的顯示卡 那我想白色這個產品線呢 大家每個都有 那PNY這次很大膽的 選了一個水泥灰 那這個灰色啊 其實是 保時捷那個TICAN 電動車的那個水泥灰 專屬色 那我們請供應商呢 使用這個色板 然後去調製 我們呢 花了蠻多的時間 讓我們的背板 然後中間的壓住件 甚至塑膠件 還有風扇呢 都是同一個顏色 那 目前市場上反應都還不錯 我想 各位應該很有機會 在不久的將來 會看到它量產 這一張啊 是一張 算是叫做秘密武器吧 是我們跟Cooler Master 合作 一起進行合作 開發的那個 4090的散熱器 它最大的特點啊 就是 用兩個12公分的風扇 去把它獨立裝起來的 那這種 這種框扇呢 最大的好處是 風量很大 而且呢 音量會很小 所以呢 這樣4090 這樣子這麼高瓦數的 那個顯示卡呢 一樣都可以保持得非常安靜 那雖然說它佔的體積比較多 但是我們想啊 要跟人家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 我們這風扇 它的中間呢 其實是不會轉動的 然後它還可以 還可以發到ARGP的光線 而且有很大面積的那個 那個 印刷 那上面就裝上去 就知道這張是一張4090 那這個 這個產品呢 目前還在 那個構思階段 它不是最後的樣品 可是呢我想應該 也有機會 可以讓大家在市面上買到這張 PNY跟Cooler Master合作的產品 我們PNY啊 在美國 美洲區跟歐洲區呢 就是專門代理這個 NVIDIA Quadro顯示卡的獨家代理商 那各位這邊看到的是 這個是 NVIDIA的 A6000 ADA系列的顯示卡 這張卡的價值不菲 我想 昨天 黃仁勳先生 CEO他講的 IMAI 其實很多都是先從這個東西 開始建立起來的 那這個產品呢 我們在 雖然在亞太區 我們沒有在市面上辦售 但是我們 PNY 在歐洲區跟美國 都可以買得到這樣的產品線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的顯示卡 就要做得很小很專業 因此呢 我們推出了這一張 全球第一張 也是唯一的一家 40系列 單風扇 單風扇的顯示卡方案 那這張卡呢 也就是俗稱的Blower 那這Blower呢 最大的優勢是在於說 它可以在容納進各式各樣的小型的機箱之外 甚至有機會做到兩張卡 或是三張卡 這些需求 那這個現在在目前市面上呢 它的需求量其實是很高的 尤其是像學生們 或者是研究單位 他們或許沒有非常高的預算 去購買像這麼專業的 跨座顯示卡 但是他們可以先從這種 4070這種市售的顯示卡 做Blower 在研究室啊 或者在學校裡面 開始進行去開發或學習 等到他們畢業之後 要走這個AI產業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使用更專業的東西 那我們PN1呢就是本池的這個道理 然後在顯示卡的那個製作上面 規劃上面 都是以專業客戶 或是專業用途 來做出發點